我们来看Activity 6.4 这一边 它要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itical Angle and the Interactive Index 我觉得课本的这个很奇怪 我们正常在做这一种Experiment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那种Semi-Circle的 我们很少会去用像现在这一种 它是那一个 那一个 什么 螳螂形这样的那个Class 所以我Assume它是Semi-Circle的吧 OK 不然它这一边进来的时候 它会跑掉一点点 OK好 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Class的Index是N1 然后Air的Index是N2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那一个 等下我把这个给它删掉 OK 然后我的这一个 这个 这一边 它的这个角度是90度 这个是它的Critical Angle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N1 sin1 等于N2 sin2 这个是Snail Law 我们在6.1的时候 我们在6.1的时候也学到这个 所以我的N1 是Repractive Index for Glass 然后我的N2是A 然后 The Angle of Indicence 这个是C 然后这个是90度 所以我们的Δ 所以我们的Δ 等于C Δ2等于90度 然后N2是N 然后我的N1 其实是等于E 因为Air的情况之下它是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N1 sin2 C等于N2 sin90度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N1是E 所以在这一边呢 你就心里想我有E sinC等于N sin90度 OK 然后我的这个 我把我的这个sin90度除过去 OK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N了 等下 在这一边等下 Δ1 这个是Plus 然后这个是C Δ1是C 所以N1 没有我这边写错了 就我的N N2是E 这边我弄错了 这个N2是E N2是E N2是E N2是那个 呃 什么N2是A的 A呢是N 会是等于E OK 然后这个N1是等于N OK 所以它就SineData N1 sinC 然后这个是90 所以我们这一边呢 N1是SineDataE等于N2 SineData2 我的N1是用N 然后SineC等于E Sine90度 然后我要的是N 我把SineC 所以我的N等于E Sine90度 overSineC OK 好 1乘以Sine90度 OK 你在你的那个计算机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SineC 是E来的 OK 你在这边你可以看Sine90度 然后它是E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边 我就知道它这个是E的情况之下呢 它这个就会变成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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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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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等于1,2,3. 这个是我们这一课里面的第四个找到n的formula